早上就跟熱情解決 未到無後 curiosity Jerry報新聞聽到包包空 大家好,我是Jerry 這個台詞為何那麼恐怖 啊,想到了 緊急報新聞聽到包包空 大家好,我是緊急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安 還有你的喜歡訂閱影片 所以今天,小編 要來衝做新聞播報員 因为最近推特上麦卡开发部人员都很积极地在发文推广 现在开发部正在进行的进度 而且也在推特上给了很多未来的暗示 所以今天小编想一次性的凑齐最近的 关于麦卡开发部他们对最新的更新的一些 目前已经可以知道的一些推文中做出一些分析 也没有那么专业 就抱一抱他们在推特上说了什么 这些新闻都只会跟麦卡上关的 其他他们发火我都不会爆 你们也没有兴趣认识 那么大家我们开始吧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 1.18我们最重要的那两个 最重要的特性那就是 我看到有很高的山在后面 1.18更新即将加入的新的生物 Warden Warden是什么? Warden是唯一生存在TikTok生存区生态医的生物 它使用一种甜心的生存机制 它会像常规敌对生物那样生存 它也是首个看不见任何事物的人 它是以听力来听到玩家的存在 然后它的杀伤力也很强 然后刚才我不跟你提到一个TikTok生物生态医呢 TikTok生态医呢 它是新的生态医 然后会生产于Y Y等于0以下 然后这个生态医就 Warden也会生产 然后这里呢会生产 一系列的Scarpboard 跟Scarp先生 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两个生态医呢 因为最近 最近在推特上我们的开发富人员 尤其是我们最爱的开发富人员 KingB.Doc 谁是KingB.Doc KingB.Doc是最新进来的开发富人员 它负责最近最新的 DikTok生态医还有Warden 它在整个推特上破了一系列的 关于DikTok还有Warden的贴文 其中呢 其中呢 它一开始 最早呢 它是在5天前 也就是2021年8月17日 它发了一个 My junior fear The Warden goes the way 被People find it cool First then had them As they get in your way During mining season I'm doing a lot of design work prevent this But still a clear 在这边贴文呢 它其实没有什么重要 它只是在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Fantoms嘛 Fantoms是 海域更新的时候 加入了幻影 魅影 然后大家是不是觉得 他们有烦 是的 KingB.Doc他就甘心 这个Warden也会走入 魅影的那个牢路 一开始 每个人觉得很酷 后来就变成 每个人都觉得很烦 所以他一直在修改 然后测试 并 做到大家最满意为止 然后就有一个 然后就有一个 然后就有一个人回复 Oh hi 然后就有一个人呢 他就在网络上 我询问了KingB.Doc 看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办法 那它会更坏 尤其是Pentons 修改了Electra Warden 只会购买 你帮助 但 历史上 Mock 需要修改了 Mock 所以 这边贴文 这个网络 我不能说 它带有攻击性 不过就 它其实它担心的事情也是对 因为 一开始在 Mikon Mikon KimB.Doc 有说到 Warden 可能不会掉任何东西 然后KimB.Doc就有回复他 Drop is only a target people to talk 才 kill the warden You will get roots from the chest the warden protect 所以 它带出了两个点 第一就是 Warden Mikon KimB.Doc 绕过它 找到宝藏 另外一个点呢 电池和DikaCamp 可能会有 什么 神秘的电竹物 或是 密室之类的 然后 在 这边 就有很多人抱怨 啊 为什么它不掉东西 为什么它不掉东西 然后 应该 应该是 其实我是不确定 是不是 KimB.Doc 还是 重新解释 还是有点生气 网络对他说的话 因为 小编滑到最下面 真的 越下面越难 然后 KimB.Doc 就在 一个小时之后 发布了 另外一个 OK The warden can have a drop 然后他放了一张 有毒的 马铃薯的照片 可能 可能 其实 这个也可以分析出 几样东西 这个 KimB.Doc 然后 他觉得他解释到没有用 他就直接发着耳闻 发着耳闻反击 其实 我是觉得 有毒的马铃薯 如果看出的话也是不错 主要我觉得这个推文 就是听不到他在身 网民跟着他讲话很难听 我就不截图了 因为 有 有污了你们的 耳朵 或眼睛 然后 3天前 2021年的 2021年的 8月18日 他也在Twitter上发了一个文 如果您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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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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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在同一天 他有发了 另外一个投票 投票的推文 这里就投票了 你们 这次 为什么要选择 选择 小编是投 DickDuck 因为 其实有一个点就是 The Warden 我们大概已经知道 Warden 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就是跟我旁边的铁龟 不过 DickDuck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他长什么样子 虽然Minecon Minecon 里面出现了那个 生态域 小编会放原片 大家请看原片先 我们常常忘了 Minecraft 可以成为一个很可怕的游戏 所以我们想要确定 你很静 看着 Warden 准备 有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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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A。 10.O 10.O 3.O 10.O 12.O 16.O 基本上是去年9月的事情 今年1年不可能没有任何改变或调整 所以可能会有更多新的东西 小编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关于DickDark的消息 小编是希望他们可以增加更多的东西 小编觉得比起Vardon我会对DickDark更加感兴趣 因为DickDark从来没有看过的正在域 而且我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投给DickDark 然后在刚才推文呢 很惊讶的是有25%的人投给Vardon 59%的人他们竟然投给DickDark 因为每个人而26%的人是想看结果 这应该也代表两个他们都想要 然后这里我就抽了几个人 他们对DickDark的还有Vardon的想法 像那个网民Aidan B. Enki 我的朋友啊咯 他就说 DickDark从来的地方 Vardon需要 不仅仅是家 而是朋友 而是朋友的地方 以外的地方 Vardon想要去逃亡 例如例如 Azioca 它逃亡在Lask Azioca 但有更多Lask Azioca Azioca 他说的也是对啊 你看我们可爱的荣原 他就生在反暴森林 反暴森林也有其他的东西啊 花光银莓 山洞可慢 青苔 杜鹑树 之类的 下一个我去避雨 到现在我们只有一个MyCon的影片 可以看到DickDark的样子 不过到现在任何的提示都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很好奇 那个DickDark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关于DickDark的消息呢 是在另外一个交口 MyCraft News Captions Creative的网名 这个网名呢 他也不错网名了 他就已经慢慢开始红了 他会在Twitter上一直分享 关于MyCraft最新的更新的知识 然后他就在DickDark的文件夹里发现了这个 他发现了一系列的关于Scout的名字 Scout Dark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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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k Scout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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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活动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改在街上举办 然后他们本来的今年要办的 Minecraft Festival 也是延后了明年 疫情我恨你 然后去年的Minecon 是在9月发布的 然后今年的Minecon 不知道还有上位写定 不过我觉得是9月 因为9月要到9月 他们会开始发布一些 关于Minecraft的正式版快照 所以我觉得在同一个时间 他们可能会办Minecon 就跟去年 去年类似 这边也有提醒LadyAna 他说关于Minecon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 Minecon 当然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和艺术和爱情 在结尾Caves&Cliffs 然后保证我们可以 发布部分1和2 在好性格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 冠写的事情 在Caves&Cliffs 所以这感觉很感兴趣 而且冠写是 我们将在Minecraft Live 2021 所以我现在不会再说更多 但是我感兴趣 希望你们也会感兴趣 这样子在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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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2021年Minecon 那个到现在 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人知道 今年的Minecon 会办了我 会有什么活动 不过呢 可以知道是 他们每一年的Minecon 他们都会公拍最新的更新 然后这也代表一个 今年2021年Minecon 可能会宣布 关于1.19的消息 关于1.19的更新呢 有两个 网民他们有两个说法 一个就是呢 生态预告更新 因为你看啦 我们从我们1.14的 那个村庄里掠夺更新开始 就有 因为这两年的Minecon 都是以投票为主的 然后这两年的投票呢 他们都有出现了一些 我们还没有看过的生态域 这些生态域都缺了会加入Minecraft 他不过还没有加入 那就像村庄里掠夺多实体的Minecon 2018年吧 还是2019年 2018年的Minecon 他们就 宣布了 除了那个 郑月琳更新 有狐狸 有像果之外呢 另外还有两个 就是沙漠跟大草原 也叫西草原 然后沙漠 他们加入棕榈树 蒙湖 还有瑞州 而那个大草原 会加入面包树 鸵鸟 白蚂蚁 白蚂蚁还不确定是不是生物 另外呢 在2019年的Minecon 他们宣布了 也是宣布了新的更新 第一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 山 就是我们的山崖更新 我们最近的地形 就是 2019年的Minecon 里面出来的 另外还有两个 生态域还没有加入 那就是 沼泽 沼泽会加入红树林 双箱子的团 还有青蛙 青蛙也不确定会不会有 蝌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2D 2D也会加入了老鹰 还有滚草球 还有一个 新款的新人掌 然后2020年的Minecon 这个就有 一点位置数 因为这个没有宣布 确定会加入 不过可能会加入 那就是 除了花光屋贼以外 花朵萌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 我不知道它中文的 不过应该是 冰月夺者吧 I's Lager 然后 Lager是在Minecon Dungeon里面出现 那个花朵萌萌 是在Minecon 2里面出现 我想你了 Minecon 2 下架了 没有人玩你了 然后 大家 你们可以期待 这些更新加入 然后这些呢 然后第二个可能呢 就是 莫尹大更新 去了 莫尹大更新 上一次的莫尹大更新 又被称为 莫尹以战战斗更新 然后 这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 更新的 然后 离现是已经7年了 哇好快 67年了 这个玩家都很 都在投出说 莫尹很无聊 所以 可能会加新了吧 另外呢 另外有一点就是 说到这个战斗更新呢 可能这个战斗更新 也会在1.19 或1.20 加入 因为 从村庄里瑞多时期 JAP 他就已经开始 开始测试 这些最新的战斗 小编如果 可以小编以后 也来做一些 关于这新的战斗的快照的 介绍吧 所以啊 你们有没有期待啊 Minecraft 增加了越来越多新的东西 也带来越多未知数 不过 希望大家 也很期待 以后 有进一步的消息 小编都会发布哦 那么 我是主播derick 啊对了 下一期呢 我们为了 为了庆祝MB Gripper 已经建立10年的好坏 所以呢 我们要来聊 他的主人哦 大咖系列 Captain Sparkle 也是一个帅哥 也是我蛮喜欢的 那么 下一期我们就会聊他 还有期待吗 那么 我是主播derick 我们下次见咯 Bye Gripper Gripper 在我认识我的Herobe 之前我换讲过 跟他一起的 不可能的 啊 Bye MING PAO